这叫心经 我不能治愈团队之上 这么多年来 我就会发现 你想指挥所有人 是不可能的 我那个团队 原来我狠 因为我是做管理出身 行政管理 我在连队是带兵的 我可以说我带兵确实有一套 我23岁去当指导员 带一个20名 那连长指导员共为连队首长 专打硬仗 团长政委都知道 所有的连队 啃硬骨头 啃不下来了 一定最后找我 我在当了 在北京当了 三年的 一年的代理指导员 三年的指导员 四次 获得优秀指导员 就是能批 那个时候靠什么 靠管理 靠医生作则 我就先硬盖出来 那真能干 那个是 你们都没看见 那就玩没能干 我举个例子 你们都不敢想 我当班长的时候 就是盖出来 汉毛房知道吗 见过没有 北京可能没有 那那郊区 农村 有吗 那水泥滩 那个 马亦就是 屎尿 就下去了 下去是个邪活 后面这个大池子 大池子有多高呢 2米4左右 满了个堂子 部队在郊区住房 没有下水道 你要定期的把那些东西除出来 挖个大坑 再把炉渣放上去 自己种菜 就要菜用 没有化肥的 怎么挖 谁挖 这些你们都不敢想吗 我当排长的时候 大池子一穿 跳进去 一桶一桶的挖干掉 就这么干出来 我有点夸张 一个礼拜了 那个皮肤都是臭的 全吃着去了 你 哈哈哈哈 这个要不要用勇气 你敢吗 对 你不敢 你不敢 所以在连队那一兵 你不干 谁听你的 吃不了饭 是不是 一样 不听话那兵 三分钟 三秒钟你搞定他 干啥 下凌晒 干他 哈哈哈哈 那就动手啊 所以没有个怕的 没有个怕的 那连队那些兵 也在有时候 拿着菜刀满院的飞 我往后一站 啪 刀就掉了 瞎了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一下子带到安利里面来 你觉得行吗 哈哈哈哈 吓不好了 很痛苦啊 你知道吧 见谁都得笑 我终于不会笑 你看 就是要改革 当你想做的时候 当你去定位我要成功 我要带动这项人的时候 你不得不用心境去做 能理解吗 知识与团队之下 我们不要去用管理 这就是抱团的前提 这个心境还包括什么东西 要包括彼此之间互相的信任 欣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谁没有个性 我跟你讲 我以前的个性 个性到什么程度 你来硬的 门都没有 我跟你叫劲 叫到底 要不我说我是杠头 我硬点不强 包括我去开饭店 我到济南去开那个牛排馆 98年投了140万在这开 当地黑社会 跟我较近吧 那一看 我觉得博明来路的外地人 第一大黑社会 那个头子叫徐冯涛 底下的小喽啰 就开始打我的人 就去了 没有任何理由啊 我刚离开工地 开始装修 那板砖啪就把我的工头 和我的副手机脑袋都开了 啊那不是打电话 我都赶快我会跑 怎么回事 一看徐乎六拉 说谁啊 不知道 来三个人 第二天啪又是同样 又砸这个 他就不砸我 我一下子意识到不好 不好一封我就说听功啊 但是我绝对不和他妥协 我说听功啊 我就找到了我社会的关系 二十四小时摆屁了 接着干 就一直这么较劲啊 你要来应该的时候 我就跟你较劲 大不了他妈 就跟你干死就完了了 那个时候就那个个性 可是到了安利里头来 不能这样子 不行啊 你都干死的保障在哪 谁保你啊 所以这个账一定能提出 安利我们来时要我们的保障 你的市场就是你的保障 你的市场就是你的保障 你把这都干死了 你干嘛你了 对不对 谁保你你保谁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 那怎么能做到这个呢 我觉得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欣赏 这就是我们要去提升的 是的 我以前进来的习惯 我以前进来的习惯 就是凡事先挑毛病 这个话说挺有道理的 但是 脚都不对啊 总得找出点问题 这是习惯 不要紧急 我们现在就要变变变 所有的都看好的 所有的都看好的 我告诉各位 要想健康长寿 你要不学会这个 好不了 嗯 我们以前都是 什么都是先找出毛病 说明我们自己有水平 你会发现 就你因为你自己有水平 结果还生动的气呢 对 哎呀有时候我刚开始初期啊 就用管理给你套 天天有问题 气的话回去跟我老婆说 别做了 行行了 不做了 干啥 还不行 这东西挺好 又做又做第二天又生气 后来我才发现 我们气的那些事和人 人家还不知道了 你说育安的话吗 是营养素了 所以这就是心境 咱们真实 我不夸张 我也提醒各位 女人更应该这样 更容易这样 男人都这样 你说女人是不是更容易 当然这是一个正常人 当然这是一个正常人 我们今天成功 是要我们做正确的人 所以这叫正常人 正常把它转变成正确的人 那就需要改变 对吧 今天我们进来 我想绝对不是为了想当个正常人 当正常人 当正常人 在哪儿就行 你只要离开安地 都叫正常人 这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正常人 想就能正确一点 对吧 那就我们的思维习惯 行为习惯 是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 你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心境会越来越高 什么叫心境 看再不如意的事 不生气 对不对 面对所有的困难 不害怕 对不对 照样往前走 实在没有招呢 你就把它放下来 再往前走 对 这个东西就是等你回头 注意等各位把聘上去以后 你回头一看还挺有意思 那会儿那会儿成长 那会儿那会儿就是小 你都能明白 所以我想呢 就是我们不要把现在我们遇到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事情 和我们现在所存有的这种心境 作为一个好像我就是领导人 不要 都把它自己当成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学生 就是你把它放低 这个东西就容易过去 彼此之间多一分心 我也说句实话 我也不是没有心 我也不是没有私心 你看 哎呀 刚才你这边讲 你看这边也没玩 也没吃好 也没什么东西 就这么讲 有的甚至亲人看不懂 你又不挣钱 你来讲啥呀 你知道吗 其实私心都有 什么私心 如果未来 一旦我这儿有市场 谁给我管呢 仰仗大家 对吧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一种 说最大的 是 叫什么 最大的无私就是 自私 最大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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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无私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不就是心境吗 对 当我们眼光看远的时候 未来 你不敢去说 谁帮不上你 对 对 这边就是我们到了下一代 那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 那和我的儿子呢 你心虚又是这种关系 对不对 你等到我死了 以后一生 那个东西不是个东西 哎 离他儿子远点 哈哈哈哈 后悔了 所以这个人 我们只要做安利 你就把这些东西看得长长远远 是的 不值得 不值得 我就记得我 我从 还没有上高级主任 就是刚有那么 就滴滴 嗯 刚有那么七八个人的时候 我就带着旁渡 当我上到滴滴的时候 我带出了三组旁渡人 都是和我一起上滴滴 嗯 太棒了 太棒了 这个不是吹 哎 我总觉得就是说 安利既然是长久的 不要说我们心境有多高 我希望更多的伙伴和我交好朋友 明白吧 对 因为要说浙江 我就没有市场 我就没有市场 可是我就把浙江 那个一组带下来 带下来以后那个地方 两个领导人都死掉了 最后他延伸到了湖南 湖南 我又跑到衡阳那儿 从街深到把他带到滴滴 一直带起来 一个月一躺 原来就 我只要有时间我就自己坐飞机 跑到衡阳 一个月一躺 一个人加一个母亲 一直带到现在他们五十多块 今天要做 注意这儿 看似我这么多年付出了 可是我的人丢下了三颗种子 他现在捡起来 给我带着 谁占便宜 你 我带一组 他不带三十 对不对 未来我就丢了十年又怎么样 对不对 十年就是三种种子 所以今天我跟你讲 大家就眼光放下 现在的问题 都不能说明未来怎么样 对 就是把我们的心境 真正的去提升 好不好 好 这就叫抱团的最基本的一个 第二个目标 我觉得今天我们抱团 我们今天去抱团 抱什么东西 都要抱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没有目标的人是抱在一起的 而这个目标先是团队的目标 当有团队的目标的时候 你终于发现 你 我 他 都在团队的目标里 那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起去 很简单的道理 江湖杰已经跟我下达了任务 青岛团队 要确保 西西兰的 1.5分 那 和你们大家 什么关系 自己马上就要去清楚 和我什么关系 青岛团队 在西西兰这1.5分 和每个人是什么关系 你去想想 和你什么关系 就是和你有什么利益瓜葛 咱说白了 有什么利益瓜葛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简单的问题 如果有团队共同的责任感 有目标的话 好 我就想我该做什么 就像当年 正洁大哥 我是正洁大哥的第四组 还不是横排 横排 我上面 我妹妹是横排 知道吧 可是我是会长 正洁大哥 他上总监的时候 九组 就是行政组 怎么办 那我就站出来 我提前将近十个月开始运作 我自己花的钱到各个市场 翡翠以上的领导人 我请他吃饭 聊天 愿不愿意和我起来 站出来 去为一个总监 去捍卫这个目标 愿意的 跟我走 一起 正洁大哥不知道 正洁大哥不知道 我跑了五个总监市场 磨合了那么十几年 我说兄弟们 咱们今天去干一把 到了上聘的时候 最后的两天 我是什么都不干的 最后两天 我一定找个地方 架起电脑 有吃有喝 那一定是咖啡馆啦 小饭店啦 甚至有一次我在宾馆 我把我自己的市场 全部手机关掉 不理他们 打开电脑 九组市场在哪里 因为前期我都铺垫好了 所有的九组市场 小的我都跑到 先跑到 先看好 这个人行是不行 不行 怕死下一个 挑出那么几组 我从十二组当中 挑出九组 我有时候跑小市场 你不知道 遭受那种蹂躏哪 我真不夸张 你又去都说 那农村里头 他去了他很热情 包脚不大 那肉不新鲜的 把这个弄的圈儿 那个酱油啊 给你调得好 我说 你看看 农村是个什么馅儿 弄点粉条给你包 吃完就辣肚了 第二天问你 二老师好吃吗 我说好吃 那我们今天还饱 我说不是 你都这样 那他谈得很好了 等到下个月了 我说给你目标上15% 上18% 他走了 不干了 我就那个市场 跑了三个月不干了 你没招 下一个 我又开始跑 去了以后 我说来王华 你来讲产品 我给你做个口罗斯 带了七八个新人 没有人啊 我们都出去给他抓人 弄来了 弄完了以后 我不讲 这一组啊 那是他领导人啊 就给他抓了 我不讲 你只要讲就讲 你们今天这个来 明天那个来 他犯 你怎么办 我一笑 我说不讲 我讲 我从产品到克罗斯 讲 最后把人留下半卡 大货 全都没了 能理解 最后两天 我就蹲在电脑那儿了 所有的业绩 所有的 这些大众就着急啊 你说怎么办 那组怎么样 我说你就甭管了 你老占我这个线 你把电话放下 等到晚上十二点 我就给你发两字 搭标 就完事了 知道吗 第一个月他不放心 第二个月他不放心 他能放心吗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没上到总监 对不对 都一样 就是很理解 有时候他着急了 反正给我打电脑 我说你别给我站线 因为我两个电话 我一直要定位 那个重点市场 有多少 最后有多少 到最后一刻 你大路上 可以干到晚上十二点 甚至到三点 就是我不下来 那这个时候 我就要从网上 被他打过钱 却最后 把货拿下来 你知道吗 都是真正打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什么叫目标 就是因为我这样做了提前一年的工作 有你 有我有他 各个市场盯着干着 和我总体协调业绩 配合性 那一年很顺利的拿下 提前应该 各位 我给你讲 这么个玩法 你说 有意思没有 我给你讲 很有意思 因为什么 通过这样的话 我们凝聚在一起了 这些伙伴就成为现在 一直是我们很贴贴的这几个核心 干什么 不分你我 知道吗 第二 我们做出了榜样以后 我自己的业绩 我就想了 我今天先把总监拿下来 我自己的业绩我不管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的业绩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打承了肥碎 哦 就是这个 是2009年是2010年 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告诉各位 你做的榜样 你就后面就会有样需要 是 明白吧 这样打以后 你会发现 你所拥有团队以后 你根本不害怕 你们所以也不要害怕 明白吧 有团队在 有团队在 同样 你们只有一个想法 我快速成长起来 我要去回馈这个 是 现在叫你们去回馈 用什么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 都这样去做的话 我相信我们新西兰市场 个个都能起 你能做什么的 你就去做什么 你像现在 今年我们就在做明年的 这些大哥的 创办人的团队 我就在抓人才 你这个市场上 谁会刮杀 那个市场上 谁会做美容 谁跟上去我就开始 名单交往我这会 每一次的培训 我就抓这些人 真正提升他的能源 到那时候 就要撒到20个市场上去 同时去干 真过瘾 这种仗打起来 真数 我希望咱们 这个 新西兰的市场 虽然 这个 还小子的成长 从这个模式开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上滴滴和上肥萃 不要看就差一斤 完全两分 两分斤 我们现在都是Q12的滴滴吧 对吧 也就这个水准吧 你不要觉得 我能上个Q12的滴滴 上一个翡翠 一定容易 错 我上了五年 我没上去 我04年就是高级主 我03年 我刚接的时候 就是高级主 滴滴 04年我就做到Q12的高级主 为什么到了09年 我才上去的翡翠 它不是一个劲 因为翡翠就是一种 钻石的雏形了 就要靠团队了 所以老师讲过 上滴滴可以自己打平 上钻石必须靠团队 上创办人的 靠人脉 靠人际关系 所以这三个台阶 你要知道该怎么上 我这样讲 能不能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统一思想 你的目标 置身于团队的目标当中 那就是有能力的 有专长的 我去给团队付出 没有的我去做配合 比如说下一步 他们这两组 就需要开始带人了 假如说我没有什么本事 但是我就会做个饭 行 他带来的人 他不管还是他带来的人 到哪儿开家人准备 我提前去 买好了菜汁做饭 给新人吃完了 我们好好开家人准备 是不是也是一个合理 对 让领导人到处精密地去开发 去跟进去沟通 去邀约 你们俩也不用客气 因为今天我们是打团队长 不是为你们个人 但是当我们有这个想法 为团队目标去努力的时候 你会让个人的目标实现 对吧 这就是那句话 这就是那句话 当我们为团队去拼搏的时候 我个人的理想 我想都实现 就顺势而行 所以今年1.5分 就是要三组 因为大的 已经大了 赶快要学会去回馈 那么这个回馈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的整个1.5分 要把我们所有的想法 杂念 和自己的烂七八糟的事 都要为这个1.5分让入 这就是原则 为目标让入 你搞的所有的会议 所有的培训 我销售的会议 都是朝这个方向去 那就对了 借助于各种会议 比方说最近 是不是我看领导人们 都在销售新加坡会议 对 那各个组 你有目标的 特别是你们两个 要带人去新加坡 要抓紧时间销售 要利用这个会议 因为我告诉你 新西兰 你不要看是个重点市场 也很不幸 想借一些会议的利益 很远 对不对 对 会议太少 那怎么办 我们自己开会 一对 两对 三对 四对 五对 六对 七对 八对 九对 十对五 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你哪 二十七对 我们自己能不能开会 一人带一个 六十个 对吧 下个月 一人再带一个 一百二十个 怎么开不下来 能开下来 所以我们下一步 就要把这些问题 一个一个都要开始结束 抓好基础训练 抓好我们的心态调整 所以今天心态特别重要 越是在达标之后 因为咱们这个目标 说实在的 现在抓一点晚了 抓这个目标 因为我原来对这个市场的情况不太熟悉 我现在看稍微的晚 但是不是最后 一点可能没有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 去实现这个奇迹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拼最晚 你们两个 我们大家都要统一这个目标 让他们两个 从三月份开始达标 直接上帝 来得及 你不用挖了 对吧 三月份是最后一个月的开始 对吧 只要我们想法 在座的各法想通了 咱就是把他俩架 也架到那个中国 现在更有这个气势 就是你腿瘸了 竹子拐 夹了他 也得到那去 能理解 这就叫目标 否则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 那天我们上总监的时候 我就说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我的那些铁杆 那些伙伴 去帮助小市场 我说 从你们嘴里头 不能说一个不责 你就告诉我 现在缺什么东西 要怎么干 对不对 还差多少 你就告诉我这些行 没有时间去研究 哎呀我 我还有这点事啊 我还有那样的事啊 什么病了 什么这些都没有 这就和打仗一样 能理解吗 能 所以我们今天 要做领导人的培训 就是这个 既然我们吃的是团队的饭 既然我们吃的是青老团队的奶 长大的 那我们就要为这个家去做什么 就要为这个家做贵 没有理由为 虽然我们强调的是心境 但是 我告诉你 你就应该做这些 也不存在什么心境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呢 第一个定位 第二个 抱团 抱团就是要 解决这个努力 我这样想 大家能不能理解 能 能理解吧 能不能想得通 能 啊 来想抱起团的 真正打这个仗子就说 来 对 好了这就足够 大家迷这个态度就足够 来第三个怎么打 我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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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谁 打目标 对 打目标 我告诉你 记住 上片的路上 有逃跑的 也有奔跑 对 问题是 你要做奔跑的 还是要做哪个 奔跑的 对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自己要去 好第三个 怎么打 我们今天的上片 最重要的 不是为了业绩而上 是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我讲的上片 是有可能的 不是没有希望 是来得及 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群人 足够了 我看了看大家 你知道我们这三天 这两天 就是靠共同工努力 就是靠共同工努力 达到六万的业绩 意味着二十四万 对 二十四万在 在 在青岛 在国内就是 红宝石啊 就是完整的 红宝石 这个业绩就很厉害了 有的一百多人的团队 我干了两三天 才能达到这个成绩 咱们就这么三四十个人 就能干出 三十万一个人多少 二十万一个人多少 对不对 二十四万 我们才不到三十个人 一人一万两 是不是 这就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不要怀疑 我们自己 行还是不行 你一定行 就是你拥有这股劲儿 你出来 那怎么干呢 那我是觉得 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和大家的焦虑 我发现